博文摩沙台七夢想家 2017年征戰IBL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開始飛沫彰化 打造中部籃球重陣 今年轉戰Blocklink 繼續以籃球球最項心力 未將其一戰 彰化就是一個有志屬於自己在地的球隊 鄉親都會大力的支持 我覺得球員球隊最簡單的就是 把訓練做好 把比賽打好 然後拿應該的成績 然後去回歸給他們 回到家的感覺 自己家人如果想要現場看我的比賽 也會比較方便 然後跟一些在地的民眾 也會比較心安的感覺 練球生活都得彰化 為了將重心放在球場上 更專注在練習 有的球員舉家南下 或是選擇入籍 彰化已經變成球員們真正的家 既然彰化這個地方 那邊人民那麼熱情 那也在我們住在彰化 也在彰化練球 也代表彰化出去跟各隊比賽 那也是有歸屬港 也不錯 像我們在彰化 我們年輕人就會一起吃飯 感情特別好的 然後就回溯攝影也是一起 對吧 球隊跟彰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 加上過往經營主場的經驗 落實屬地主義 也成為新池蘭聯盟元年開幕戰主場 我們都在這裡 我們就是 開心夢想家 夢想進化的核心 Number 6 阿美出賽是 楊欣敏 球員在主場出賽 上場安心打球 又回家的感覺 隊長楊敬敏不負眾望 投進新聯盟第一球 為台灣籃壇 寫下歷史性禮特 楊敏切入到進去 楊敏敏 結果歷史新的第一關兩分 由阿美戰士楊敏達得頭籌 楊敏敏開幕戰手感發燙 標進5G三分代 全場轟下30分 一點都看不出是即將滿37歲的老將 去年經過 ABL前半的賽事 那其實就感覺到 現在好像不用維持那樣的體態 回來台灣打其實也有一點不適應 那就是想要再把自己的體態 就是維持在之前 在SBO那樣 楊敬敏開氣前成功減重10公斤 也反映到場上的表現 等分能力沒有退化 練習時更以身作責 拼出全力與年輕隊員相互競爭 拿出職業球員的態度 成為全隊的榜樣 平常訓練都會跟他們一起做一些溝通 對啊那當然就是他們有不懂的地方也會問我們 對那我覺得當然年輕球員必須要自己去吸收 私底下就是不會像球場上那麼嚴肅 因為球場上畢竟是工作 那可能對待的方式就會不同 那私底下的話就是可以當一個朋友 或者就是老大哥這樣子 可以大家一起拜託慢慢 無私分享經驗 犯錯不利於鼓勵 更對年輕球員提出漸言 除了要花心思自主訓練之外 從影片中學習揣摩前輩的技巧 找到自己在球隊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 之前我跟他們提過可以去看陳志忠 忠哥以前在XBO打球的那個影片 或者是國家隊他遇到比他高、比他壯了 他都會怎麼去防守 透過影片讓他們了解說 以前的前輩打球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你也可以看一看 然後訓練的時候如果有不懂的話 都可以去問問 台系夢想家網絡UBA冠軍戰MVP林俊吉 以及有旅外歸國的楊盛宴、陳振傑、韓傑龍 管理高層也決定 跟去年代隊的外籍教練凱爾朱利斯再續前緣 簽下三年合約 以他為核心建立球隊的體系 讓球隊未來的藍圖更清晰 我們剛剛願意跟他去長遠 他對我們的年輕球員 我覺得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他可以帶進很多可能很新的觀念 包含數據分析 利用數據怎麼樣讓自己知道更好 這一些比較新的觀念 給我們的年輕一代的球員 我覺得是 這是我很欣賞我們教練的一個地方 Hair Julius指教嚴謹 重視數據分析 訓練前先集合全隊 看影片分析各隊戰術 尋求擴解與突破 Julius指教強調球場的空間感 利用傳導創造成全的機會 一旦球員戰術跑位不正確 立刻耳提面命 大聲提點 希望球員從後中 增長 撞 撞到隔壁 每次 撞到隔壁 一開始會嚇到 就是剛來的時候會嚇到 就是 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就是他這樣一喉下去 可是現在已經習慣了 就是 他都是在提醒你 就是要做什麼 就為我們年輕的喉 因為嚴厲就是 代表他有在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人 就是代表他說想讓我們進步 這樣 然後他嚴厲的就是 就代表說他有真的在關心對球隊 就代表他的心有在球隊上 就是他才會這麼在意這樣 如果他沒有在意 他就不會這麼嚴肅這樣 Julius去年來太執教 還在與球員互相摸索 經過磨合也融入了台灣球風 主打跑空戰術 小球陣容讓球隊動了起來 給射手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打造出專屬於夢想家的球風 其實他也一直在看台灣球員的 球風啊 打法啊 然後再加上 他要怎麼去 去把他自己的東西 融入在這個團隊裡面 所以他今年在風格上去改變蠻多的 對 然後就是也一直 不斷地去鼓勵啊 球隊每一個人 對啊 尤其是特別的年輕球員 開心夢想家是四隊裡 唯一啟用外籍教練的球隊 洋將也與其他球隊背道而馳 不找傳統的高大洋將 沿用Anthony Tucker以及Jeran Young 決定以小博大 讓新加盟的台灣魔獸李德威 扛下捍衛進去的重大責任 台灣魔獸李德威 對 這算是新的挑戰 因為之前我屬於是替補角色 也算功能性球員 所以說來到這邊 責任越大 那就是要相信 要扛的東西要越多 所以自己心情調適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還不錯 那也謝謝教練 很相信我可以扛下這個位置 那我也會繼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然後在場上保護好進去 對 過去李德威總是扮演苦工的角色 到了新球隊增加許多上場的時間 也展現出更成熟的球技 希望能替球隊貢獻更多心力 就此奠定新聯盟的本土最強中鋒 來到這個新聯盟 職業籃球 就職業兩個字 那也對自己身體 對做些負責 然後 也想要好的表現 所以 對啊 最應該的 因為 現在中鋒也越來越多 那個年輕中鋒 其實都一樣 就 守誰都一樣 守本土中鋒 五號位跟羊將 都用一樣態度去守 對啊 所以守了羊將 怎麼可能守不了本土中鋒 防守上保護籃板 有效限制對方的進攻節奏 進攻上 有空檔就大膽出手 讓隊友有更多突破的空間 在沒有大羊將陣守的禁區裡 身為球隊重要的內線戰力 台灣魔獸準備好了 海棋夢想家本土球員 平均年紀26.6歲 25歲以下的就有六位 是聯盟四歲中最年輕的 在兩位黃金世代球員 林田美與楊靜敏帶領下 幫助新秀突入軌道 增加場上的經驗 再加上去年合作的雙羊將 減少了團隊的摩扣旗 讓這支位在八卦山下的禁律 朝著夢想的環境 超越名限 displayed 超頻難關注 升降降純 立正中 第二七三四四 謊板